这不是选美 而是盛装打扮的得奖社工 走秀绕场接受全场欢呼致敬 在上台接受社会处长杨玉新颁奖 让得奖的社工们倍感尊荣 每年4月2号是社工日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解封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特地在基隆柯达饭店 举办机优社工表扬活动 分为活力新秀奖 服务机优奖和卓越领导奖 总共15位基优社工人员接受表扬 主办单位市政府社会处 特地安排各单位得奖社工 走秀绕场接受欢呼致敬 在上台受奖 让身为社会安全网 重要骨干的辛苦社工们共享荣耀 4月2号是基隆的社工日 我要向社工人这群平民英雄 致上最大的敬意 没有你们 没有今天撑起整个基隆基层服务的可能 我所在的仁爱区 是基隆开发最早最老的行政区 有许多弱势的家庭 都是一位一位社工协助撑起 我要在这边向你们致上最大最真诚的敬意 谢谢大家 我想在我在议会的这个任内 每一年的社工日 我在这边跟大家宣布 我一定不会缺席 我不知道我可以担任议长多久 但是我在担任议长的这四年的时间 市议会绝对会给予大家最大的协助 让善的循环在基隆结果 最后服务人的社工们也需要被关注 被支持 大家的工作的身心状况也需要被专业的辅导 我与市议会也会支持社工争取自身劳动权益 与心理諮商等等服务 我们一起让基隆的社会安全网健康健全 而人性而感动 基隆社工英雄们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他们乐在服务当中 你看到今天的热情 今天的掌声 这就是社工的生命力 我们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 其实我很感动于社工所有的一切 实在千言万语 但我要说的是 感谢你们以你们的生命 投入在另一个生命当中 你们自己健壮美丽的生命青春 投入在所有的苦难的生命当中 而你们在那当中支持着一个个生命能够站立起来 好 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资产跟社会的力量 就是我们社会最重要的资本 就是各位社工 所以谢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你们的青春 谢谢你们的所有的爱心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也和市议员五花家更是亲自逐桌 向来自各单位的社工伙伴们问候致意 感谢大家的辛苦 并且和得奖社工们合影留念 分享得奖的喜悦 有爱基隆 有爱社工 有你真好赞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